世衛過往以希臘字母順序 命名新型冠狀病毒的變種毒株 今次跳過中間的字母 外界原本預料 世衛會議new 命名最新在南非發現的新毒株 但這個新變種最終以Omicron命名 跳過中間兩個字母 世衛沒有特別解釋原因 世衛今年5月宣布以希臘字母 命名令人關注 和令人憂慮的新型冠狀病毒變種毒株 避免使用毒株首個發現地點 造成污名化 當時一查指公布10個毒株新名 連同其後採用和跳過的字母 目前剩下9個字母